队友来了队友来了 那他应该不会出去 哎呀 他的围场后他的围场后他第一次的没补 是因为哎呀 感觉这个今天有点开光啊有点 不是真的巨幅巨幅每次在这种圈 Gadv 过来支援他这个这个位置还是被包的呀 呃 哎哎小猫打赢了 你carry 吗得了 不过的暗的还没解决掉 是的 试雷了 是的 哎人吃了 他把队友 这 这是三次机会了暗的 小鹿先血量 回着内刹那 他跑位内刹那其实比他下车内刹那更危险 因为他下车就是切的是一个二号位嘛 是的 sr 跟小北的一波对抗小北这里 今天涂战亚这个状态看来 还没有找回来 是的但是他手感还没有打开 二圈也是一个极限的南部的顶顶边切脚 打拿瓦回老家了 new happy 和fty 这种就是南部跳点打的慢的队伍是吃到了一点圈 明明把小羊连打逮捕这个是一个远距离的抽吧 嗯这说明天路应该刚落脚没多久啊应该是刚下进步也要走也要到附近去吧 哎呦哎呀 这年应该圈倒了 是的 这波萨塔还怎么说 萨塔车翻了什么哎这个 他不清啊 没了 屁股没过来 他一萨只要一出枪外面的人就会看到他 一点伤害 他就无了 就一发 过去 另外一遍的话就是还是刚刚那个房子附近 这usb 这个地方也同是针子铁呀他其实 这边都已经站好了他非要这个铁他南部是有地方呆的 他还上来这个坡上他南部 是真是 美咖有一副小来救的意思 啊 这哥都拉近点了呢 还是放弃了放弃了放弃了 美咖还是回到南部的房区了 这比较直接爽 收两分 这比较这里拿了好多人是个难切 因为右上角左上角删 右上角删 有你大概有些难切 一天过就有一段 pdf开到了真几的脸上 然后自己的家又被威气冲了 这 哎呀第一波手上没记到 我觉得他 凶多其手 那是做这波 哎他不过来有没有机会一梭子摁到底 换个子弹被闪了 是的主要是这个闪的话是V7扔的 他也补补人啊先打近点 自己被抓了一个扔投注物的time点 他好在是队友就在旁边 不少反正道具也多 对方要鱼死往后 哎呀 他没死 哎呀 鱼死往后了真的是 确实我觉得刚才小七对七七说的很 哈哈哈哈 关键他这个分数还是自雷的你就很稀 是的 刚才七七翻下去队友能架的这样子 然后该说不说今天 说实话 VM的全身真差啊 呃刚才不是说了吗 就是因为要排房子排城嘛 然后这些排山排城的话 这是负M大概是吃不到圈的 gx了 爆打GBL 哈哈哈哈 这波 然后是新的里好像也是贴房过来啊 是贴房过来的话 GBL这里直接将新娘实际手补掉 因为GX是在外面抽的 所以相对来说心理压力会小很多 然后实际这里的话 在房内去打防战 就会混乱一些 上一周这样的圈芯是不是也出现过 最后是New Happy吃鸡的那一局 然后派手也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打那把分采然后被抓了对吧 先看一下防战最后的结果 17又倒一个小鬼 刚才人头是一直是在互换 因为外围他向外面待不了 北边有人抽南边有人抽 进房的结果 目前看下来17好像 17是最后一个人 GBL是最后一个人一打一 但那房子等会儿怎么会有人撞 差一点 但实际今天的防战打得好像都 不太行 有点瑕疵 MG是从坑里面出来 MG直接被夹 本来刚才两个队伍僵持 一直在互换枪 拉车过来 因为小海已经贴到房区了 他知道GBL那个房子人不多 他都寻找队友过来 但是个沿途非常的危险 分数是小五区拿 是的 天霸也跑 实际刚才打架的那个房区 嗯 接牌能不能接住 就一个独狼 其实最 最重要的点是他不好过来 就是太多队伍抽了 他去贴到房区啥事儿没有 哇这里明明瞬间瞄点 因为出现效率太高 MG又想来 包装哥的远景出现老橘也想要被说的危险 打快一点 打完 这边是结束战斗 呃 服人的话可能时间不够 MG已经过来了 看能不能争取点时间 前面的队友先架住 啊 这一拿的话 其实对于巨服来说的话 还是个好的事情 因为V7 他供这面大仓的概率 就并不说想 原板也太贪了 他到厕所旁边 他人去捡空头 哦 这是真的贪 GX完全贴过来 说M已经听到了 就别人打倒了 因为UIP要进去 还是不能多看 就是说服M如果倒人的话 还是挺危险的 因为他现在旁边 旁边全是敌人 咱能把自己撞倒了自己的队友 在起步的时候 嗯 这种关键时刻 只有GX在挨打 这里GX肯定要扛 是的 而且其实LAMP会离GX更近 就他这个房子 哎别队了 都没了 UIP马上从屁股过来了 已经过来了 因为他也想来这个房子 没位置进来啊 M5的人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他们怎么还会想去打4M的 感觉应该是身上的烟不够了 那个车多去 他带不住了 对 带不住了 这给了4M这个来 哎呦哎吃到火了吃到火了 没了没了 这应该是没了 嗯 踩火的时间太长了 而且自身的这个血量也不是说全的 是4M现在 是的 出来了4M已经出来了 哦 哎呦沿途就被打了 还有这里连续很准 刚打仓的那边 是的大仓那边的话 蒋果实直接将 小灰灰给寄到了 鼓一下 鼓起要撞了 接不过接团接的很重要 是落地吃了个O1的雷 对我侧面打倒 小弟的正面 没有时间就服队友啊 他就得靠自己了 他侧面封了火 所以人不会从他这个位置过来 他已经清楚了 现在就是防正面 人有点多 窗戏有点多 要小心 是身上的闪很多 是的 啊对面眼睛都要瞎了 主要是小羊现在过回来 哇 漂亮 亮面了 我的天 苗人凤对方的 在想不带的 压制之下 弄出了很多的破绽 漂亮 来了 这两个人配合真不错 这波闪光带压制是真 真不错 哎我都没有自信 对方就是 被闪傻了以后呢 他的 身位露出来 两个人都露了身位 被 小五抓到了机会 是的 完了 嗯 有载剧有烟 那是剧服 从从合时间上来讲 他比 尖气从下来的概率 会更高一些 呃 别顶队友 就是这个厕所呢 哇 我就是在想 一定要扛住啊 这个枪线 他就是到点的时候太危险了 他说 而且队友正好倒了 没有时间给他架枪 扶人呐 他子弹很多的 直接把你车打炸的 没问题 就一直打就好了 90度枪线 英德尼克斯 避火不了 巨服从北部 然后Pero从东边 他这个地方站不住的 不可能站住的 应该 米拉马三机都被 PCO包了 撞过来 那你这个围枪都没贴到 那岂不是被爽抽 这几颗雷已经炸得很残了 这位置说实话 先进基本上已经放弃治疗了 他现在 寄期望于的 就是说 巨服比他先死 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 再往前延伸的门路 抢分啊 抢尖尼的分啊 现在就是 两支队伍 巨服和 坚持着和 Pero 雷 一边看右边一边 一颗雷 这个雷少 收收接过 好 没问题 又拿两分 子 主要是把这个位置 拔掉之后 是的 好 知道了 这个样子应该是要吃鸡的 还是会给点悬念的 今天这个决赛圈 没有不带悬念的几乎 给点几乎 篮圈已经来了 应该是不太来得及 人头跳了 好的 也是 恭喜 Pero 吃下这一季 也是杀到了前四啊 进入了第一集团的末尾 最后其实可以看得出 最后其实可以看得出